好吧 台北市議員嘲諷柯文哲說 公開透明變成下落不明 那柯文哲呢 現在發函 求會計師公會幫他查帳 會計師公會說 問了五個會計師都不願意接 如果查帳說你沒問題 會計師一定被罵 你到底怎麼查的 有問題又得罪了民眾 他何必呢 這個吃力不討好 而且會給他多少錢查 現在忙的鑰匙 會計師都很忙的 幹嘛給你查證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 這個東西得罪人的事情 那到底他們選舉補助款 怎麼運用的 何友宜的補助款是1億4000 意識上是全部捐給國民黨 那民進黨的賴慶德得了 1億6758元是三分之一捐給中央 三分之一做公益 三分之一說照顧黨員 那蔡英文當時兩次 其實蔡英文選了三次 然後他一部分給黨部 一部分給公益團體 一部分給小英基金會 他要給小英基金會 那另外這個 所以柯文哲2015年就想拿千萬來防 房貸就被罵 所以不是第一次了 當時他們就說 後來有一個前助理出來承認 說他想出來的鬼點子 就是柯文哲選市長 他們就說沒錢了 把房子抵押2000萬 他一看柯文哲房子拿出來抵押 就拚拚捐錢 然後等到選完以後 再加上補助款 還貸就還了 所以賢慧局房貸也還了 然後權也募到了 另外陳志涵說 柯文哲因為不是發4300萬買商辦 是為了黨務發展 並不是為了自己 另外王世堅說 柯文哲宣告自己死心 4300萬買商辦是社會性死亡 就是法律上也許沒辦法你 但是社會性死亡了 怎麼又跑出4比1300萬 金流不明 所以這個政治獻金 約談了端木正的助理 已經不只是端木正了 還有會計師的助理 陳志涵說 第一場機會 我們就告知有2100萬 所以現在1300萬有什麼了不起 聯合報的社會論說 區區幾億元 就讓柯文哲窮於數鈔票 大致都沒有了 我們看一下 據我所了解 這個商辦 當初會購置在立法院的附近 其實柯文哲主席一直希望 我們在這個立法院附近 因為我們是一個 這個 以立法院現在為一個 一個中心的政黨 那很多的政治的中心 也都在這個區塊 所以他當初會選擇 在臨近立法院這邊 來購置這樣的商辦 其實真的是因為 民眾黨的辦公室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我們不可能像 油牧民族一樣到處搬來搬去 所以有了這樣子的需求 跟相關的規劃 至於購置了之後 後面一定有很多需要去做的一些程序 這些程序當然都會依法把它完成 好 佩君怎麼看 其實嚴格說起來 選舉補助款就是屬於候選人本人 而不是他的提名政黨 你拿到之後 在選舉之後要怎麼樣去運用 其實很難在法律上去扯上 這個貪獨的問題 比較小的政治人物 比如說像議員 可能選完之後拿這個選舉款 剩下來的捷餘款 去還選舉的時候 欠下來的借貸 如果你從技術上來講 這個算私用 但是說不上踩到法律紅線 但是大型的選舉就不是這樣 因為它牽扯到 廣泛的政治資源的調動 候選人選舉時用的經費來源 如果基本上 不是靠自己個人的人脈而已 是整個政黨的形象捆包在一起 整個政黨團隊的拉抬跟投入 所以得來的巨額的政治獻金 得到的選舉補助款 在最後沒有什麼欠款 要結清的情況之下 通常如果尋往例 前面幾任總統 大概就會成立一個基金會 或者是捐給一個 跟自己政治版圖 比較相近關係比較深的基金會 比如說馬總統選市長之後 他成立了新台灣人基金會 蔡英文也成立了小英基金會 大概都會是這樣的模式 柯問哲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在選前 不管是選市長或者是選總統 他在選前營造的是一個 一個庶民的形象 簡單來講是這樣 就是沒有錢 我是一個跟人民站在一起 沒有錢的選舉 選舉的時候 他拿的也不是自己錢去抵押 或是去貸款 他用的是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所以選後的補助款 如果要尋剛剛我講的這樣子 你要拿來做自己的其他的用途 會對支持者的情感上是一個重傷 常理上大家會覺得 柯問哲的選舉用的是民眾黨 這個整個形象 砍棒又募來的錢 那選後 不應該會變成 客家的私人財產 某種程度應該要變成民眾黨 或者是柯問哲後續 如果有政治版圖 繼續運用的組織裡面 所以回過來講 柯問哲買商辦 直接買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前提是 他有一個標的 比如說你已經確定 你要從事什麼樣的公益 或者是你已經有一個 很明確的政治目的 你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然後讓基金會買了之後 不管是去用或者去租賃 那現在是因為 還不知道這個柯辦到底在哪裡 還有這個柯辦是要做什麼用 都不知道一團問號 但是你商辦已經買了 然後已經在收租 這個形象上看起來 觀感就是一個很自私的感覺 那你選舉的時候 花的是公家的錢 是民眾囊募來的錢 是支持者出的 可是你選後的補助款 你就順流 順著大家的藝術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財產增加 這個坦白說 其實真的沒有法律問題 可是柯文哲或者民眾黨 要正視的是說 這個在政治上的感受 雖然比金華城來得抽象 可是我覺得對柯文哲 還有對民眾黨的支持者來講 那個情感受創 會比不管北市科 或者是金華城的案子 還要來得深 麥君 柯文哲他現在 就是陳志漢的說詞是說 買那個商辦 就是要來做黨務發展使用的 我覺得這個一聽就是事後的說詞 因為你如果說 你當初買這個房子 買這間屋子這個商辦 就是要做黨務發展使用的話 其實買的時候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宣告了 不需要這樣子是被市議員 這樣子曝光出來 然後被逮到 我覺得那個觀感差非常的多 而且就民眾黨來講 民眾黨不是才正要把中央黨部 然後又要裝修 然後又要搬遷 到台坡大樓這裡面 為什麼柯文哲會去買一個商辦 這些都是說不通的 柯文哲他在拿到了 在5月 才5月10號 1月13號選舉才結束 這個補助款恐怕才 也剛撥下來不久吧 撥下來不久之後 就立刻的就去購買商辦 然後因為租約還在 租約還要到明年才到期 所以也不可能立刻 來被他們這個使用 然後在這個檔口上面 又被 其實也是被爆料的 就是被爆料說 你太太又去看房子 看個1.2億豪宅 就你們家怎麼總是 就是拿到了這個錢 然後就在為自己的房市在繁忙 你心裡面到底有沒有 這個黨的發展 黨的未來的前途 而且我非常的不能夠接受的 就是說後來我們看到 除了這個政治獻金的 這個帳目之外 還有政黨在選舉期間的花費 民眾黨不是沒有錢 民眾黨在這個選舉期間的時候 你也拿到很多的這個捐款 沒有花一分一毫一毛的錢 在他們的區域立委的候選人身上 沒有 一筆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他們也不過才11個 區域立委候選人 什麼都沒有花在他們身上 而是在黨務的人士的費用 或是廣告的宣傳上面 去花錢 都沒有在贊助你們的候選人 然後選候了拿到了錢 他也不顧及民眾黨這些苦哈哈的 地方的黨部的發展 其實想到的第一個是去買房子 可問說你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明天再怎麼樣的說明 都已經來不及了沒救了 明天要開記者會對不對 對 謝秘書長要去 我沒有 我沒有要去 我還要看他說他有邀你 邀你跟 是今天下午我們有去 就是來這邊之前有去 好吧 像謝前秘書長等等都呼籲 賀文哲這時候應該辭職直學 請回覆